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四川 这里是四川省成都市的双流区 我现在来到这边是一个车站 双流西站 它这里有两个车站 一个是高铁站 还有一个是地雪站 如果我先不告诉你 单看这两座车站 有没有朋友知道 这哪个是地雪站 哪个是高铁站 看一下这边是一个车站 旁边这里也是一个车站 如果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 肯定觉得 前面这个应该是高铁站吧 因为旁边这个看着比较小 这个应该是地雪站 但是我告诉你刚好恰恰相反 左边这个黄颜色的房子 这里是双流西站的高铁站 前面那个是双流西站的地雪站 上面可以看到成都地雪的标志 有人之前在网上发视频开玩笑说 是不是设计师把这两座车站的头指看反了 把地雪站建造成了高铁站 把高铁站建造成了地雪站 看一下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地雪站 面积也比较大 而且建造的非常的豪华 反而旁边这个高铁站 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其实它这个是一座城际的一个铁路站 扣的量并不是很大 旁边这里是双流西站 现在有一趟列车 从江游中道额眉山到双流西站这边到站了 基本上从这边抽站都是周边在这块周边住的人 因为到成都这边来的话 基本上不会在双流西站这边下车的 这块比较远 看一下旁边这个火车站 这边是进站口 旁边的也是抽站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看双流西站的地雪站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网上有朋友那么说了 因为从外面看去确实很大气啊 像不像一座高铁站 这里是有两条地雪线的 分别是成都地雪三号线 还有成都地雪十号线 它这里面是一个换乘站 双流西站 我今天准备再搭乘成都地雪十号线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双流西站的车站开关时间 每天早上的10点40 到晚上18点20就关门了 售票厅是18点20 后车厅是18点整就关站了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话 肯定觉得这个像一个高铁站 因为两边这个车站你对比一下 从双流西站这个地雪站 再看一下双流西站的高铁站 对比一下 这里是地雪三号线跟十号线的乘车点 也是一个换乘点 我现在准备去乘坐地雪十号线 左边这个蓝色的是十号线 右边那个粉红色的是三号线 这边可以买票 进来之后就看到这个车站大不大了 挺气派的 刷卡进站 从这块再看一眼这个车站 下来了 这就是成都地雪十号线 双流西站 十号线全长一共有十千米 中间一共有十六个站 从太平原站到新平站 这边是往双流机场边方向的 中间站是太平原站 十号线也是A型车 六边走 紫白这个方向的车来了 这个方向是往新平方向的 下一站是应天寺 我准备坐到太平原 然后再换乘三号线 就带大家体验到太平原站 在车里面乘坐即将体验一下 列车即将进站 十号线也是红颜色 进来了 这个车跟上次坐的十七号线 还是十八号线一样的 有这种横排的座位 还是速排 速度挺快的 十号线 十号线的车辆速度好快啊 这道线也是采用大小舅路的 小舅路是从花桥到太平原 大舅路是新平到太平原 马上到七二航站楼了 双楼机场二航站楼 我出来到七二航站楼这边看一下 这块就是成都地下十号线 七二地下站 它站厅这边画了一幅特别大的画 是四川各个地方的风景图 这个像是九寨沟 看像不像 我看这个图片像画的 旁边这里 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哪里 不过我能看到这个 这个是乐山大佛 非常有名 旁边这边有一座山 那这个山是不是峨眉山 我不太确定啊 因为我没有去过峨眉山 有去过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这个是不是峨眉山 一幅特别大的山水图 风景图 下一站是华星站 预计到中点站 太平原站还有八分钟 那个表里面有数字时间的 代表距离那个车站的时间 华星站到了 出来看一下 这站是华星站 我已经到达了太平原站 这里可以换乘三号线 还有七号线 太平原站也是一个 三线换乘的一个车站 十号线就已经做完了 就带大家体验到这里 下期再见